在過去的觀念 北來中通常都是我們的中部才會發生 不過最近這幾年來 北來中的冷戰其實也已經有下降的哭泉 其中就一直都減少 加上每一天 等時間用百多人最危險 以前就提出警戒 又說在看東西的時候 胡亂講有一個不清楚的情形 越來越嚴重 連這個掛眼鏡也沒辦法改善 就要趕緊就意囉 一般來說 老大人做冠才是北來中比較映迫的時期 但是最近這幾年來 北來中的病患 日冷戰開始有下降的哭泉 其中的高危險逐減 越來越嚴重 加上每一天 等時間用百多人最大 早發性白內障主要的原因 不外乎是高度近視 或者是他本身有外傷 或者是糖尿病的病患 或者是有時候是一些濫用類固醇的一些患者 如果說病人他開始有白內障產生的時候 那這種早發性白內障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特性就是 他的近視度數常常會莫名的增加 那一般在這個三四十歲以上 度數應該是不變的 如果說他的度數 每幾個月他就會增加個一兩百度 那這種不尋常的增加 應該就要考慮到有早發性白內障的可能 越來越多的白內障患者 年齡都在五十歲以下 到連他身上是高危險逐減 過去一個月來 李宇宿剛才兩位統合 都有這個白內障 賀家在地的療癒後 都已經非核使力可以正常來工作 那後來之後 再過三個月去 本來八百度就變一千度 那勢力又從0.8又降到0.5 0.6這樣子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覺 喔 你這個白內障這個時候就比較清楚了 那當然剛開始就是你還可以看到的東西 你當然不會去開刀 但實在是後來就到一千三百度 視力又變0.3 0.4 這個時候就沒有辦法 在工作上就會有影響了 所以就會選擇去做手術 手術以後就恢復的就很好 最後李宇宿也提醒大家 除了要劈勉各種近視 近一步陰法在白內障以外 平常是也要讓眼睛睡覺 若是說發映在電時間裡面 近視的度數快速來提關 連看白天都沒辦法改善的時候 要趕緊到便宜檢查 以便是N5治療 接下來就加明英雄哭彩虹不得